大家好,我是Hadi 上個星期分享了一些關於毛孔的小護理小習慣 我今天想要延續這個題目 自從影片推出之後 我就收到很多觀眾朋友跟我分享皮膚小問題小故事 不是單單在毛孔方面 有些人也跟我說 Hadi你的皮膚這麼好 不用擔心 你做一點保濕就覺得很好 但我做很多事情才可以 平時很差 我就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都爛過面 大家不相信不要緊 我們有圖有真相 幸好當時我也有記錄給大家看 我臉有多爛 怎麼脫皮、紅腫 眼睛都非常嚴重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是非常之麗智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走過難免這條路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任何的消息、任何的資訊 你們都不會錯過了 我現在就開始說故事了 先說說背景 有些朋友可能看過相關影片 知道我曾經是嚴重濕疹 雷固醇反彈 手手腳腳全部都爛了 出不了家夜晚睡不到覺 所以才有這個頻道誕生 之後呢 其實就好了 現在我也有拍過影片 當時我手腳爛的時候 臉皮光肉滑 由小到大 未試過敏感 未試過有濕疹在臉上 所以我也沒有擔心過任何事情 直至到我的身體痊癒了 那我就想著不用再躲在家 可以出關了 就預約了我以前買的一個臉皮 都做慣了 一個是經絡遲差的臉皮 然後做了那一次之後 其實我沒有怪過臉皮 我覺得它是一個導火線 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身體有些變化 總之做完這個臉皮 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臉皮就開始慢慢爛出來了 是真的由一開始少少損了 然後慢慢擴大 然後就開始出水 紅腫 脫皮 這個時期是經歷了九個月的 今天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做了什麼 令到一年之內 臉皮光肉滑 之後沒有再復發 也不算沒有的 我是比較容易敏感 但是沒有再爛過臉的 我想大家都很心急 在這個時候 我先戴一戴頭盔 因為我自己的身體比臉 二十倍、三十倍、五十倍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害怕這件事發生 我也比較佛系 大家如果跟我談過濕疹的人 都知道我佛系的心理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尋找專業的意見 我也覺得大家可以找回醫生 我自己是分享我自己的經歷 我做了這些事情 我就真的康復了 大家就參考參考了 第一點想分享 也是最多人問我的 就是濕疹的時候 或者我皮膚敏感發作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化妝 其實我的答案就是 大家最不想聽到的 不好化妝 我試過買一些比較天然礦物化妝品 但是我發現跟普通化妝品 塗在臉上或者下妝後 感受差不多 要發作起來 你用什麼都會發作的 所以我最後都放棄了 用自己比較安全的化妝品 就是用開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敏感的 我會照化妝的 但是化妝的次數就會大大減少 有什麼需要 可能婚禮、朋友聚會 我才會去化全妝 如果不是平時 是完全不會遮少少下 或是畫眉毛 我全部都不會 一是零 一是一百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對哪一類型的產品 特別有反應 例如我自己 用一些粉紅色 或者紅色系的眼影 是很容易發作的 真的會馬上紅 起一顆粒 腫了 我明白的 大家都是女生 可能很介意周圍的人 怎樣看你 他們的目光 想當年我真的可以 素顏 爛著臉 在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的鬧市中行走 我發現 陌生人來說 他們不會怎樣 專注你 你只不過是 賊過的路人 不需要太介懷 因為很多時候 都是自己 自己的介意 就會覺得別人 看到一定覺得很噁心 因為我自己 照鏡的時候 都覺得很噁心 但是 其實整個過程 如果你可以做正確的事 令到他快點好 是比你當時 漂亮少少 或者遮蓋少少 那一刻是重要很多 所以我們調節一下 心理給自己多一點信心 是會痊癒的 開朗一點 活潑一點 不要經常這麼悲觀 因為心情都很影響皮膚 對了 我們加油 我也好得到 大家都可以 第二點 我覺得非常之重要 不是用什麼產品 不是吃什麼補充 不是塗什麼 而是關於新陳代謝 爛臉的時候 我知道大家都很心急 最好可以塗一個霜 或者吃一個補充 短時間之內 一個星期一個月 由爛臉變到滑滑滑滑 當然是最好 但是這些外在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治標不治本 可能是舒緩了 但是裡面的問題 還未解決到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用的 所以 最重要就是 由身體裡面去幫忙 如何去提升我們的新陳代謝 令自己排毒做得好 我們就可以扔走所有垃圾 皮膚的根深也會快一點 其實這件事我做證明就最好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爛完臉 你塗了一些東西 好回了 但是臉是一個空 很難退回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臉是完全沒有爛過臉的痕跡 甚至乎我的眼睛是腫到這樣 我有一個很好的收穫 就是我的雙眼皮變深了 就變得好像現在這樣 別人割出來那種這麼大的深度 那我做了什麼呢 就是我每個星期都去行山 還有隔一個星期 會去一個很乾淨的海灘游泳 那這兩樣東西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大幫助 排汗好一點 那垃圾就可以容易排出 然後為什麼我會去游泳呢 為什麼會去一個很乾淨的海灘呢 就是因為其實海裡的礦物質 對皮膚很好 第一次游泳呢 我是拿到哭的 但是我發現每一次游泳之後 它真的爛完 可能一個星期 之後它生出來的皮膚是更漂亮的 然後再去就沒有那麼痛 再去到最後是不痛 但是皮膚根深 你會看到一次又一次是越來越漂亮的 而另外有一件事 我覺得我做法不是特別好的 但是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當時這九個月 我是沒有塗過任何防曬的 對啦 我自己是覺得物理防曬和化學防曬 我都試過是塗完大敏感 對我來說是一種負擔 所以我是每一天盡可能都會戴帽 CAD沒有也好 然後魚膚沒有也好 然後曬的時候戴太陽眼鏡 但是我也是堅持出去接觸多些太陽 去吸收一下維他命D 是可以做到消炎的效果的 先說明先 我不是叫大家在大太陽下曬一小時 然後在沙灘那裡 然後你曬我 那種曬太陽 我在午餐時 可能吃完飯 就去散步 即是不去商場逛街 不回公司那裡睡覺 我是在公園那裡 逛15至20分鐘 我就覺得非常足夠 這個習慣是很容易做到 又不用錢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第三點就是關於飲食方面 如果你有看過我濕疹片的話 應該知道我手腳爛的時候 我是戒口戒得很清很清 但是我臉就是手腳好 是不是依然要戒口戒得很清呢 當然不是 但是有些食物 因為我自己知道 吃完它的情況會變差了 所以我都會避免吃 例如牛肉 海鮮 一些筍類 涼茶 還有一些水果 我都會避免 其實我也是戒了那幾個月 我現在痊癒的時候 看到我酒照喝舞照跳 想當年真的戒酒 是很辛苦 我也做得到 所以大家 其實真的忍一忍口就可以了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清楚自己 對哪一種食物有反應和敏感 就算那種食物很健康也好 黃絲奶的兒子 同事的表弟 或者誰誰 吃完它好完完全 完全沒事也好 你對它敏感的話 真的吃多少都沒用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屬性 對於不同的食物 有不同的反應 所以大家就真的 自己做自己的白老鼠 每件事不要那麼過分 馬上大量吸入 真的每件事 用也好 吃也好 全部都是試一下 試一點點沒事 再加一點點量 都是沒事了 那你才可以放心去食用 亦有很多人問我 究竟有沒有吃什麼食物 很誠實 但大家 我是會陰天的時候吃維他命D 到現在都是的 然後 我每隔幾天 可能一個星期兩至三次 會吃魚油 增加自己皮膚的油份 其實我自己 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例子 如果你有看我開頭的影片 都知道我曾經是沙漠肌 我真的乾到會裂 然後很多乾紋細紋 然後腿 冬天是蛇皮的 但是到現在 我已經開始慢慢變成 一個中性偏乾 這個改變 我就覺得自己 這幾年做的事情 都很正確 不是不停瘋狂試什麼護膚品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由身體裡面去改善 然後你的皮膚 真的可以呈現到一個健康的狀態出來 所以 我希望這條影片 大家 當作參考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其實我真的很想鼓勵大家 不是說人家漂亮 人家皮膚好 人家天生禮則 而我自己 哎 皮膚又差 我又不美女 沒得救的 不要有這個心態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努力 去改變自己變得更好 我不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大家見過我素顏 都是很嚇人 很殘 很大的黑眼圈 很大的眼袋 但是呢 你都會找到自己 可能值得驕傲的地方 對 我又很多廢話 希望這條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有什麼其他漏網之餘 你們可以問的問題 都隨時留言 或者DM我 我都會回覆大家 好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發布兩條新影片 逢星日錄更深天和星日日 到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BYE